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evin 在上一章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许多个体操纵行为 但是这些个体行为在实际的游戏开发过程中并不能满足策划的所有需求 例如我们现在需要开发一款策略游戏 当控制一群AI对象移动到目标位置时 我们一定不希望所有怪物都挤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AI对象的群体行为 在群体行为中主要有分离、列队、聚集这三种控制力 我们先来看一看分离这种群体行为的表现形式 这里我放置了许多怪物,给每个怪物都加了一个分离行为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效果 分离行为非常的简单 它主要是产生一个控制力 控制AI对象离开它临近区域的其他AI对象 这里我没有限定它离开的区域 在实际的行为之前还需要去写一个控制类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InteractionController 然后打开这个类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是如何检测到临近对象的 我们先来设几个参数 这个类也是一个计算类 我们不需要它每一帧都计算 所以给它设一个等待时间 然后检索的范围 检索的层级 然后检索到的临近对象的列表 还有一个碰撞体列表 还有一个碰撞体列表 和一个计算器 这里的参数 我们在上面已经初始化了 所以这里不需要初始化它 因为我们这个检索是实时进行的 我们在Update里面来计算 先获取时间 然后判断 是否计算 这里我们需要将临近对象列表清空 因为我们将每次检查到的对象都添加进去 如果不清空的话 就会出现重复添加 或者说临近对象已经不在检索区域了 它还在列表里面 这里我们来计算 这里我们来计算碰撞 当前对象的位置 检索的范围 和检索的层级 这里我们就获得了整个检索范围内所有的AI对象 然后便利它将它添加到临近对象列表里面 在这里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我们不能把自己也添加进去 首先判断这个对象是否是AI对象 然后判断这个对象是不是自己 如果这个对象既是智能对象又不是自己 我们就将它添加在临近列表里面 好了 做完这些之后将计时器清空 这样我们的检测对象就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实现具体的行为了 先出去创建行为的类 我们先来实现分离行为 创建一个separation 既然是行为 我们还是继承AI Behaviour 刚才我们就说过 分离对象有一个距离 当临近对象与自己的距离小于我们设定的可接受范围的时候 才离开临近对象 所以这里有一个参数叫做距离 这个行为我们不需要初始化其他的参数 所以我们直接重写 操控力的返回方法 因为分离行为是为了防止多个AI对象在一起的时候过于拥挤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刚才的脚本来搜索一个区域内的临近对象 然后计算AI对象到临近对象的向量 再将这个向量规范化 获得排斥力的方向 这样就可以计算到总的操控力了 现在我们来写一下计算方法 先声明一个需要返回的力 然后便利临近对象 获取AI对象与临近对象的距离 计算向量的长度 现在来计算返回的空子里 将向量规范化 获取到排斥力的方向 因为排斥力的大小是与距离成反比的 所以还需要处以向量的长度 这里我们再处以认识 将获取到的控制力返回 分离行为是不是很简单 这就是我们分离行为的计算方法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计算方法有不有问题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视率是不是一样的 打开我们的Unity项目 这里有一个基础场景 我们先看到怪物 现在这个怪物上面只挂了一个移动的控制脚本 我们把刚才写的两个脚本挂给它 这里还需要设置一下 搜索邻近单位 这个脚本下面有一个检索的层级 我们选中怪物的层级 让它直检索怪物 然后我们将怪物多复制几个 场景我设置好了 这里有一群聚集的怪物 这里有一个离得比较远的怪物 等一下运行起来 大家就可以看到 聚集的怪物一开始就四下分离 但是这一个离得比较远的 因为它不在分离的范围之内 所以一开始它是不会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这一群怪物立马就分散离开了 当这一只怪物移动到这边 跟它之间的距离小于我们设定的可冷冷的范围的时候 原来没有动的那只怪物也离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分离行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列队行为该怎么实现 停掉这个项目 我们来创建列队行为的脚本 叫做Alignment 在我们的实际游戏开发过程中 列队行为用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的列队行为是 试图保持AI角色的运动朝向 与临近对象一致 就像鸟群在迁徙的过程中 所有的鸟都是朝一个方向飞 但是这个行为有一个弊端 由于我们的行为是在不断的迭代 每个AI角色都会根据临近对象的朝向 来调整自身的朝向 由于惯性产生的过冲 就会导致AI对象转向不够稳定 看起来就会很乱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先来实现这个行为 来看一看它的效果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还是先继承行为的积累 因为这个行为是计算 所有临近对象的朝向的平均值 所以这里不需要初始化任何参数 直接计算返回的控制力 先初始化一个平均朝向的向量 计算平均数还需要一个数量 便利所有的临近对象 便利所有的临近对象 这里我们需要判断一下是否有临近对象 这里我们需要判断一下是否有临近对象 我们先获取所有对象的朝向平均值 我们先获取所有对象的朝向平均值 再用平均值减去自己的朝向 就获取所有的朝向 将朝向的操控力返回 这就是列对行为的计算方法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列对这个行为的具体效果 我们就用这个场景的怪物来改 这里我调整了一下 这有两个怪物 我分别给他们都添加上了列对行为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朝向是不一致的 当我们将项目运行起来之后 他们会逐渐的调整自己的朝向 尽量与临近对象保持一致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方向 尽量与对方保持一致 现在两个角色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的角色非常的多 并且他们朝向的差距非常大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所有的对象都在不断的调整 导致所有对象都在原地的转圈 这种效果非常的差 所以我们在实际的游戏开发当中 列对行为相对用的比较少 这就是我们的列对行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聚集行为 这个行为相对要复杂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先打开我做好的视力项目 运行起来 这里我用了生成空间 这个空间会随机的在外围生成新的怪物 但是所有的怪物都将朝他们之间 他们距离之间的平均目标位置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聚集行为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行为的具体实现方式 停掉它 打开我们的项目 好了 创建我们聚集行为的脚本 先继承行为基类 这里初始化一下我们需要的参数 因为聚集行为的算法 还是通过迭代所有邻近对象的位置 获取一个平均值 然后产生一个操控力 让所有对象都向这个平均值移动 所以我们这里 还是来计算它的操控力 先声明两个向量 第一个是需要返回的操控力 第一个是需要返回的操控力 第二个是平均值 然后还有一个宁静对象的个数 便利所有的宁静对象 便利所有的宁静对象 判断是否有宁静对象 计算目标位置 计算对象到目标位置的预期速度 返回操控力相量 这就是我们的聚集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为的效果 打开Unity项目 然后改变这里的怪物 删掉只保留一个 改变它身上绑定的脚本 然后将开发套件里面的 生成怪物的组件拖出来 设置组件的参数 将我们设定的怪物 将我们设定的怪物作为生成的预置键 生成时间间隔一秒 生成的数量 生成区域的范围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我们对象的参数都设定完成了 现在运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当不断的有新怪物生成出来的时候 相应的目标位置也在不断的调整 所有的怪物都在朝着新的目标位置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聚集行为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现在都离得很近 我们来尝试给它添加一个分离行为 看一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样我们给怪物再添加一个分离行为的脚本 看一下它们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会离得远一点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在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位置 尽量的全部挤在一起 这就是多种行为的组合 说到行为组合 我们现在来尝试将一些个体行为也添加给它们 来看一看效果 先将项目停下来 我这里已经做好了几个行为组合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行为组合 这里所有的怪物 我都给它们添加上了分离行为 障碎躁躲避行为 以及靠近行为 这个组合主要实现的是让这里所有的怪物 穿过这些障碍区到达这个大的球体的位置 然后到达之后为了避免它们都挤在一个目标点 我让它们分散 站在这个大球的周围 现在运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怪物都在朝着大的球体移动 并且它们在穿行障碍区的时候 并没有被所有的障碍卡住 然后到达目标之后 它们也没有挤在一起 而是在不断调整自己与宁静对象之间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行为组合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行为组合的效果 第二个行为组合是一个通过障碍的一个行为 这里有两个障碍物模拟的是围墙 只给中间留了一个缺口 让所有的怪物找到这个缺口 并移动到大球的位置 这里我还是给它挂的同样的脚本 一个分离 一个避开障碍和一个抵达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效果 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对象都可以找到这个门 并且抵达指定的目标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怪物都找到了这个 我们预留的门 这就是我们群体行为以及行为组合这一刻的所有内容 这就是我们群体行为以及行为组合这一刻的所有内容 更多的组合 看看不同的组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先将项目停下来 在我们学买了这么多行为之后 相信大家一定察觉到有不少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做行为组合 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去思考一下 我们控制力的更新频率以及AI角色的速度帧率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在我们以后的课程中会依次将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那么还是希望大家下来多动手去写一些代码 去做一些场景来看一看我们行为组合相应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